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好看的电影天天都有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漩涡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活埋之愿 大头是个有钱的老板 在工厂里的地位也很高 他住在一个大房子里 房子里有三个佣人 还有大头的老婆翠花 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很遗憾 但是这回传来了喜讯 大头匆忙赶回家 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夫妻俩开心坏了 躲起来偷听的三个佣人也是很开心 但是生活还在继续 大头回到工厂上班 有两个工人 老王和陈叔要求涨工资 大头听了就烦 主要是不久前刚长的工资 现在还要不是得寸进尺吗 大头一场烦躁 老王看到大头真的急了 赶紧拉着陈叔就走 这个时候接到了上头的电话 要求大头去日本出差 可是自己老婆怀孕 大头想多陪陪翠花 可是没有办法 翠花将大头送上车 这边老王陈叔 二傻二蛋几个人 在一起喝酒 抱怨每个月赚那么点钱 根本不够花 这个时候陈叔建议去 把大头的车偷过来就有钱了 本来其他三个人是不同意的 但是诱惑太强 第二天就行动了 琴花带着佣人们去看电影 老王等人潜入琴花家里 可是谁知道 琴花因为是恐怖片 有点倒胃口 所以就先回来了 四人听到动静就躲了起来 本来琴花是睡着的 可是二傻却不小心碰到钢琴键 直接把琴花吵醒了 琴花跟四人正面对上 虽然是个孕妇 但是战斗力超强 直接放倒四人往外面跑 可是就算再厉害 双拳难低四手 二蛋拿了棍子 把催花打得流血了 直接不动了 二蛋吓到了 说催花是自己撞上来的 既然一不做二不休 挖了个空 就把催花埋了 可是催花没死 但是没办法 为了不露面 四人将催花活埋了离开 催花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变成了鬼 于是就想着怎么报复 她先是找上当时动手的二蛋 给她制造幻觉 第二天二蛋上班的时候 就感觉很恍惚 做啥事都不行 二傻为了安抚二蛋 就给二蛋找了个按摩师 放松一下 可是就在按摩师转身的时候 催花摸上了二蛋的背 并且出现幻觉 二蛋大叫了催花的名字 跑了出去 这可了不得 勇人们也察觉到了不正常 找大师帮忙 大师说把兽衣披在头上 透过意料的缝隙就能看见了 于是勇人们照做 发现催花果然是鬼 而这边 很快催花就把二蛋引到工厂的车间 然后又能力杀死了她 其他三个人开始慌了 二傻有个回去鬼的叔叔 三个人来到了叔叔这里 一下子就说出他们杀了催花 并表示催花是拐着孕死的 怨气很重 而且肚子里的孩子也有怨气 不仅可以制造幻觉 还可以干预人间的事 叔叔做了护身符 并且讹了两人一笔 而直接杀人 催花是要被拖进地狱的 所以催花就想了个办法 给陈叔制造幻觉 陈叔以为自己捅的是催花的鬼魂 其实是二傻 由于鬼魂的传言 三个佣人晚上到催花房间一看 吓得赶紧离开了 很快大头出差回来了 但是奇怪的是 说工厂的两个工人是催花的鬼魂杀的 大头当然不信 自己妻子在家活蹦乱跳的 这天晚上陈叔和老王找到叔叔 叔叔得知自己的侄子死了 也是有点意外 后来大头从后院挖出了尸体 运度已经变小 他背后还有个大窟窿 陈叔他们聚集群众说 催花的原魂仔必须烧掉房子 为了将大头带到催花面前杀掉 老王将弥猴的大头带上了车 另一边 叔叔用兵器震住了催花的鬼魂 毕竟是夫妻 大头自然是性催花的 关键时刻大头反击 催花情急之下 亲自杀人 被地狱发现了 因为刚才的波动 大头嗜血过多也不行了 于是两人又在阴间重聚了 好了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解说 可以留言批评我 我一定会尽量改进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还请多多关注下我 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好看的电影的